关羽过五官斩六将 好不容易离开曹颖 并且得知了异地张飞的消息 并赶去相见 然而张飞却坚信关羽 已经投降了曹操 便不由分说对关羽刀枪相下 差点要了关羽的性命 那么关羽会如何化解 他与张飞之间的误会呢 生活中也许每个人都跟张飞一样 性格中有些不可避免的弱点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 台湾师范大学孙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十九集 兄弟重聚义 关于曹处曹操湖口 为什么反而感慨万千呢 我们一个人在冒险犯量的时候 他很专心眼前的问题 他整个的神情都专注在 他要解决的这些事情上面 反而不太有什么感慨的时间 现在一切都安定下来了 眼看着所有的关卡 一个一个都经过 渡过黄河便是河北地界 就能以兄长相见 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关于是个武将 但是也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我们从这点可以感觉得出来 渡过黄河 关于一行人正要往袁绍处找寻刘备时 却看到刘备手下的谋士孙前赶来接应 孙前他的出现就代表了无穷的希望 因为兄长就已经快见到了 但是相反的 为什么兄长没有出现 只看到孙前 可见这后面还有重重的障碍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矛盾的 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它是同时出现的 孙前与关于相会后 便指引着大家继续赶路 此时曹将夏侯敦追来 扬言要为被关于所杀的下属报仇 我们都知道夏侯敦 他不当勇猛 而且他这个人也很讲义气 因此他心里想 就算是丞相 那你走 我也要报仇 但是孙前又结束找个理由说 关于原路闯关杀将 丞相可知否 未知 既如此 带我活着关于 让丞相亲手发落 当一个中国人赞成你的时候 他会讲一百个理由来赞成你 当一个中国人反对你的时候 他会讲出一百个理由反对你 那理由是人找的 随便讲就是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相信说 他是为了这个 他是为了那个 讲归讲 想归想 而且会变 教徒就是这样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逞强坚持下去 要么自己死掉 要么回去还要挨骂 所以你看 连丞相说 杀了将军 还要让他走 你还坚持 那你是有意背叛 丞相的意志 你从夏侯尊那一句话 你可以感觉到 我们中国人 他是永远不认输的 他就不会说 哎呀 我打不过你 我走了 不会的 他心里想 我就算打不过你 我要跟你拼 全世界的民族 大部分都会认输的 只有咱们中国人 是永远不认输 你看夏侯尊 他明明知道 他打不过关羽 可是他还是讲 下次我会跟你斗过 你是我活 这就是我们 一个很了不起的气概 我们到现在 其实还是延续下来的 赶来送通行证的 曹讲张辽 与关羽私交甚好 张辽是唯一的 能够说 在两个不同的阵营里面 有诗人的感情 而不受到人家的怀疑的人 这是他很了不起的 你里面如果任何一个人 跟关羽有这样的交情的话 那我想曹少一定会怀疑 你干嘛 所有人也不会放过他 你这不是通敌吗 既然关羽要离开 他就是敌人 你还跟他眉来眼去 搞了半天 你什么意思 可是张辽他就可以了 可见每一个人 都有他很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要把普遍原则 使用到每一个人身上 关羽离去 那张辽呢 眼眶红红的 他们两个都是很有感情的 可是爱与情世 只好黯然告别 之后关羽一行人在途中 偶遇山贼抢劫 山贼头领周仓认出关羽后 赶忙下拜 周仓仰慕将军大名 已久啊 周仓愿追随将军左右 早晚之边 千马追凳 我们回想一下 才不久之前 有一个人 他叫做廖化 廖化要来归顺关羽的时候 关羽是不肯收留的 周仓表示他要跟着关羽走的时候 关羽二话不说 马上就点头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那个时候 关羽他不方便带人 你多带了一群人 还引起很多的猜忌 还增加很大的困难 所以虽然他也很喜欢 说廖化过来 可是他说不行 现在呢 现在他人越多越好 有他需要人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同样的努力 但是成果不一样 叫做有幸有不幸 我们不要说 完全归以运气 这两个字 最起码 他的时机不一样 他的情势不相同 他的情绪也跟着变化 这都是事实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周仓是很幸运的 因为他一表示他的意愿 关羽马上收留 而且周仓这个人了不起 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就蹲在地上 让关羽踩着他的背上马 我们都知道 关羽他是很高大 而周仓呢 还要很小小的 怎么经得起踩呢 所以关羽刚开始 根本不忍心踩 我这么重 踩在你身上 你受得凉吗 而且五位不安嘛 但是呢 周仓再三讲 关政局 请上马 而且他最了不起的 他不是一下子 就改变别的 说我刚才踩几次啊 将来你要升我的官啊 我要搞别的 他一辈子就做这个事 就替关羽照顾马 就当他的马夫 而且经常让他踩在他的身体上马 他这样做好不好 各位只要今天你去看关公的庙 关公的树像旁边 那个人是谁 就是周仓 所以一个聪明人 一辈子只要跟对一个人 你根本不要想其他的事情 你想起他干什么 老师要在庙里头 放在关羽旁边 谈何容易 一张再大的关都没有喜欢 人家周仓你看 他就知道 我这辈子 我就干这个事 我把它干好就好 他都顺理成章 周仓自愿充当关羽的马夫 而且一直持续下去 有什么启示 这件事情 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很重大的启示 就是不要老跳槽 跳来跳去 我们因为赶时髦 好像西方人 搞不好就走 搞不好就走 那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周仓把这种 跳来跳去的人 给他一个很难听的 名词叫什么 叫妈布 就是这里妈妈 那个妈妈 这里桌子叉叉 那个桌子叉叉 那永远是个妈布 老实讲 一个人 没有在一个岗位上 长期的工作 你的经验是积累不起来的 你是很难成长的 所以为了几个前就 跳槽的人 大概没有太大的成就 你看周仓就好了 他坚持 他持续 最后他的精神 让所有人都感动 各位慢慢看下去 你会发现 他跟关羽的感情 就是因为他自己很手分 然后变得非常地深厚 我觉得关羽他这个是出于内心的 因为他心里想 哥哥不在 嫂嫂就跟哥哥一样 哥哥在 因为哥哥可以代表嫂嫂 我们中文讲男就包括女在内 讲哥哥就包括嫂嫂在内 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中文他说男的男的男的 我们就认为中男亲女 其实没有 中文说天包括地 没有分开的 所以他看到哥哥 他就不必去报告嫂嫂 因为哥哥会去跟嫂嫂讲 现在哥哥不在 嫂嫂就代表哥哥 所以他事无大小 都会向嫂嫂报告 就好像跟哥哥报告一样的 随后关羽派孙前先行进城 告知张飞 现云长正陪着二位嫂嫂 朝古城而来 义得还不快出城去赢 看我兵起来 张飞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他是张飞 你换成别人就不可能这样 因为张飞这个人 他是嫉恶如丑的 他的眼睛里面 容不了一颗小小的细杀 他都容不了 他一听说 关羽津投奔潮 他就知道 你是叛变分子 你是不义之急 把我们桃源三界一的这种精神都破坏掉了 所以虽然他是重感情 虽然他很想念他的二哥 但是他不许所有人提起 关羽的名字 谁提起他跟谁过不去 他认为做一个人 你最起码的义气 你都不能保持的话 那我要这样哥哥干什么 幸好关羽的这个 臂力还很大 所以虽然当时啊 见面的时候 关羽没有拿他的刀 张飞你要打刀吗 那边的毛一向吃过来 他还抓得住 幸好这样子 然后嫂嫂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一个人太固执了 最后其实是害死自己的 各位想想看 以张飞这种个性 他能够独担一面吗 其实他经营的人力是很高的 你看他刚开始 桃源三界一的时候 出钱地就是他 可见他很能够搞生意 很能够赚钱 现在三兄弟失散了以后 他很快又搞到一个古城 他又显然了有些钱 他又是有他自己的势力 可是他这样的人 没有办法成大事 因为什么 因为忌恶如仇的人 是很容易被利用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认为 他有正义感 他是非很分明 但是最后都是被利用的 等到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不是反对正直 做人当然应该正直 意气就是正直 但是过分正直 就等于不分是非 所以人要有善恶的分辨 但是最好不要忌恶如仇 太极端了 很容易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 我们从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证据 张飞从来没有冷静去看看过 这关于怎么手上没有刀呢 一个人如果情绪冷静的话 他马上会看到 你看人家手上没有刀 只有我一个暖毛 这算什么呢 可是他才不会看这些东西 他认为他是对的 对方永远是错的 这个值得我们当作一面见证 做人真的不可以这样 当然我知道中国民间 有很多人很喜欢张飞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个性跟他一样 可见很多人是他这种个性 才值得我们去看三个原因 如果三个原因 这些人都是很特殊的人的话 那我们看他干什么 我们看懂了 在生活上没有用了 我们大部分人 有的像刘备 有的像张飞 有的像关于 有的像曹操 所以我们就把他当作 我们旁边的人 我们当作一面见证 看看我有没有哪些地方 像张飞一样 如果是的话 那我恐怕要改一改 各位看看 张飞如果个性稍改一改 我想他自己也快乐一些 跟他在一起的人也平安得多 否则的话 你看关于这次 差点就被他刺死了 那如果过五官长六将 而死在张飞的手上 那我不晓得 关于他有什么感慨 所以他会说 见地 欺杀我爷 他从来没有欺杀我爷过 就说你张飞是我弟弟 你既然这个样子 那怎么不欺杀我爷 当一个人充满了仇恨的时候 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张飞他如果只是怀疑 他只是不满 我相信任何人讲话 他都听得进去 他现在不是 他已经到了仇恨的地步了 当初我跟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说的 你们两个人又跟我是怎么说的 现在你二哥既然变心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爱之深 他就责之窃 我相信张飞也不是说 对一般人他是这么容易仇恨的 他不是 他认为你就不应该 别人都可以 所以就是你不应该 因此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孙前做的功夫是不够的 他究竟不太了解张飞 所以他一会说说就可以了 他应该很特别很特别地 把张飞拉进去 然后告诉他整个的来龙气脉 而不是等到他们两个见面 才让他们自然去产生互动 这个是高度危险的 孙前毕竟是白面书生 他考虑事情是没有什么深度的 如果换一个比较深层的人 他见到张飞 他不会告诉他所关于来的 他不会 他会把他拉到旁边 告诉他从刚开始时尚到现在 整个演变的过程 张飞慢慢他就会知道 这个事情是可以相信的 整个事情都没有了 所以中国人的智慧是在说 事情发生以前 你要去防放以未然 而不是发生的时候才来解决 那时候情绪高涨 甚至有恨的心情在里面之后 一般的做法都是没有效 没有功效的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 从现在开始 要真正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面 你看说瞧不瞧 朝将蔡阳来追赶关于 那不是军马是什么 看我斩此来将 以表真心 那逼着这个关公 就想不杀人 管他这次是谁杀的 就杀了 那谁叫你这个时候来的 所以最不该来的人 就是蔡阳 他也不知道 他知道他也会迟一点再来 甚至他明天再来都可以 可见很多事情 其实都无法安排的 刚刚两个人讲完这种话 蔡阳就出现 那他非事不可 以前关公还会给他机会 还会让他辩驳 劝解 最好不杀 那这时候根本二话不说就杀了 那有什么办法 张辉 终于相信关于的话 他有没有歉意 我们现在因为受西方的影响 老觉得西方人做错了就要道歉 是很好的现象 就开始训练我们的小孩 要向人家道歉 我觉得这是不了解中国人的 中国人他心里想 你道歉有什么用 你把我搞成这样 你道歉就算了 中国人基本上是不接受道歉的民族 我们是希望你不要造成道歉的事实 而不是随便乱搞 然后才来道歉就了事了 我们不是那样的民族 你说张辉道歉有什么用 中国人做错了就做错了 道歉没有用 你要用实际的行动 让贵方感觉到 你在道歉 你看张辉马上用行动表 这才是对的 那关公当然很清楚 有没有道歉 所以中国人是不重刑事的民族 千万不要去学西方那一套 好像样子做得很好看啊 最后变成有口无心 那才糟糕了 你看我们现在说要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其实都是很可笑的 爸爸妈妈可以用谢谢就完了 你对朋友谢谢就算了 爸爸妈妈你还可以谢谢就算了 所以现在小孩开始谢谢爸爸妈妈以后 以后他是不孝顺的人 大恩是不言谢的 小小的恩惠谢谢就算了 就将帝了 父母的大恩终身报答不了 不可以言谢 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 中国人有中国人一套想法 在三个演义里面 几乎是发挥的淋漓政治 我们要从这当中去吸取 我们很丰富的很宝贵的智慧 其实他心里想 我差一点就死在你手上 但是他一定这样讲 是不是表示他不成事 不是 而是既然是兄弟 你老提以前那个丑事干什么 所以中国人他随时才变 你看关于讲这种话的时候 两个嫂嫂都不认同 今日若是拼个你死我活 那二叔又该怎么说呢 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的 不要再提了 如果关于一天都很看到张会 就说你的小子 差一点把我命搞掉了 那两个兄弟还怎么见面呢 所以中国人常常讲 你该讲的话你多讲一点 不该讲的话一直不要讲 像关于聪明就是说 他不但不到处去笑张辉 他反而说 我这个三弟心如明镜 可敬可敬 那个效果怎么样 效果就是张辉对他更恭敬 以后更照他的话 以后更不敢乱打二哥 这是他真正的有好处的东西 张辉在古城的作为有什么启示 张辉跟两个哥哥失散了以后 他很快就找到一个根据地 这个根据地 就是使他们兄弟 汇合以后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支撑的力量 各位想想看 三个兄弟都逃乱 最后找到的 有什么地方都没有 那不更糟糕 所以他鲁莽是鲁莽 但是他的实力表现出来 就是我最起码 跟你们弄到一个基地 今天的话叫平台 你们来了以后 我们从这里再出发 张辉很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 他并不是完全靠两个哥哥 但是他所差的 就是他的性格太暴躁 他的实力不够深沉 所以他变成不能够单独去发展 反而要跟了两位哥哥多多学习 我们如果想能这样想来想去的话 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人 都是恰如其分 你不管有什么能力 你要把自己 把自己的人力加减成出 也算一个总账 然后你就知道我的定位是什么 我不是领头的 我就不要去当头 不要大头病 我是适合做梦聊的 我就做梦聊 我适合当干部的 我就当干部 那一辈子会过得很愉快 随后关羽把嫂嫂安顿拖荡 便让张飞坚守古城 自己则与孙前去袁绍内里 与刘备相会 二人进入袁绍地界后 孙权顾及到关羽 曾斩杀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 便不敢让关羽贸然前往 将军只在此间寻地方暂歇 带我先入见皇叔再做上议 孙权就是知道上一次自己太大意了 让两个兄弟才能闹出人命来 我觉得人会成长 就是人会反省 他一想糟糕 结果事先的沟通没有做好 太险了 同时他也知道 关羽杀的延连文仇 对袁绍也是很大的忌讳 袁绍心里讲 我两员大将 你就给我杀掉了 那我不抓你才怪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他发现关羽的行踪的话 我相信对关羽也是高度危险的 所以他吸取上一次的经验 他就告诉关羽 你先在这里躲一躲 我去打听打听 何时的情况再让你们见面 这样比较安全 因为如果把孙权跟关羽两个人做比对的话 那关羽的目标比较大 孙权的目标比较小 要做什么事情 总是那个目标比较小的 先去打前仗 弄弄清楚 然后把桥搭好了以后 才让关羽跟刘备见面 一个人一定做完事情以后 要有些反省 才能够改善 才能够不断地进步 孙权在这次是做得比较好 孙权见到刘备后 刘备便设法从袁绍那里脱身 迫切地赶来 与关羽相见 我们已经讲过三个兄弟感情是非常好 这是我们不会怀疑的 但是三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情绪的成熟度也相差很远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关羽跟张辉见面那一段 可以说是惊贤万分 可是呢 关羽跟刘备见面的这个情景的话 你会感觉到两个人都是久别重逢的 很单纯的情绪的发誓 你看关羽还跪下来 照理说关羽应该站在那里 说大哥如果没有我的话 我跟两个嫂嫂你也不要想见面 各位如果关羽是这种态度的话 那刘备以后怎么跟他相处 你做的事情只是你该做的事 没有什么人情的 这样才对 刘备的还很感谢 说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他当然不好意思讲说 我的妻子是陈蒙你照顾 也不必这样讲 那样讲很见外 而且基本上跟当时的那种 狭义的形式的那种 形式风格是不一样的 刘备与关羽相见后 即刻便与众人启程 返回古城与张飞相会 三兄弟古城重逢 是不是再度增强了当年 桃园三接一的四月 我相信桃园三接一 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 大概三个人已经是 这辈子不可能改变了 而这次在古城相聚 又让他们想起 他们彼此之间的誓约 这次不用再跪下来 不用再对天发誓 三个人心里头 已经再次的宣誓 没有形式 但是心里再次宣誓 说经过这一次的失散 我们三兄弟 我们的灵界力只有比以前更强 我们一定在有生之年 要把共同的愿望达成 也是更加坚定 当然有好有坏 坏的就是说三个人对那句话又重温了一次 叫做什么 同年 同月 同日死 这句话将来会变成他们的致命山 而且非常严重的致命山 可是人在这个时候 谁会想到那个 不可能想到那个 所以当很团结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 将来注定要失散的那种根源 所以老字讲 祸的时候 祸的根源已经来 祸的时候 祸的根源已经来了 当然 你要避免也很难 因为就是必然的自然律 这个就叫做自然的定律 有一毙 有一利 必有一害 没有实权实美的 谢谢